全程被带着小明碾压到底如何解围 被策划连砍三刀的守约与萌亚又是否还是依旧完美 134段发育路小李撞车125发育路故事 两大国服发育路拿出T0对线又将会是谁能胜出游戏 游戏开局目睹眼帘的就是双方头上的国服标签 带着张飞的小李塔下架鞠连甩布是两枪900点伤害 论前期作战能力萌亚斯毫不逊色于守约小李只能甘愿放弃资源塔下武兵 仅是两分钟我方上路一塔就被故事磨掉了大半戏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下路空间之灵争夺战我方拿下了第一戏 我方法师迅速传送前往增援 将小明进行冰冻后张飞便集合信号进行大招控制 但可惜小李前期伤害并不高以至于张飞来不及逃跑被故事所带走 在对方法师回防中路之前我方快人一步提前救我 海悦没意识到草丛埋伏真机当即被大招锁住冰冻 小李两发幽默普攻便将其拿下了第一戏 直到四分钟防御塔护盾消失 没了遮羞不遮掩的故事毫无解释开启大招将小李逼入绝路 但好在是上波故事没了闪现 这波被我方打野绕后出现 在大招即将锁住故事那一瞬间小李跟进闪现便将其机拿 仅剩小明一人也根本逃不出三人手掌 不过即便是抓死一次首约也毫无筹码能与萌压品 五分钟被拆置上路一塔 对方推置的大四命立即与故事将小李逼上绝路 张飞这波大招拦截三人这才避免了一场遭遇 六分钟小李带队压上中路二塔 真机的塔前压尽能力也不得不让故事退避三分 我方机小满将其小明消耗大残便到了小李收割时间 精准一发锁头便成功拿下 与此同时我方打野红区绕后出现 被拉扯的海跃最后是连大招都没能开出 五打四的团战成功将四人收入囊中 迟到的老夫子赶到现场最后也只能捆住张飞溜回塔下 仅是八分钟小李这边就推到了上路高顶 对方老夫子出现失误控掉大招 我方张飞跟随控制机小满便闪现上前接下海跃大招 将对手围剿在角落之中 小李又是一发子弹成功带走故事 最后的对局不到九分钟便推至水晶很快结束了游戏 那家 就买了一个迷血一样 这是什么